Hello 各位同学 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移动打车APP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上一节课 上一节课 我们增加了一个地理定位的功能 主要是修改info.plist的增加两个配置 然后再导入我们的一个地理定位的公共库 然后实现地理的一个定位 及反地理变码 这是上一节课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在这个增加一个效果 就是在跟网络或者有请求的时候 界面上的一个等待的提示的效果 首先我们看一下界面原型 这就是YouTube 它在注册的时候跟网络请求 显示的一个加载提示的一个框 然后这有验证 这框在这转 我们主要是加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首先我们还是打开我们的一个工程 在这个工程里 因为我们在做团统转项目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加载提示的一个类 叫fsactivity 这两个文件 我们把它加到我们的YouTube里面 看如何来更改 这是我们的原来团团转项目里面的一个文件 是用oc写的 然后我们把它加到我们的YouTube里面 SWIFT语言 看我们如何来兼容 好 在Utilated里面 我们建一个 Utilated 然后把我们的文件添加进来 这里边 我们把这几个文件加进来 加进来的时候 他就会自动问我们是不是要建立一个桥接 如果sweep的语言要访问oc写的代码的时候 就会创建一个中间的一个 这个图文件 我们把它拿到外边来 所有的oc的代码的图文件都包含在这个图文件里面 如果我们要使用的话 就在这里边引用就行了 由于是我们的这个是用以前的版本写的 所以我们是用autorelease 里面有release跟alloc 所以我们要不使用去掉ARC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再改一下我们的一个工程设置 这里边可以搜到 好 这两个 先加上这两个属性 就是不使用自动释放值 好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编译一下 这样就ok了 然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使用这两个 使用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oc代码 我们这里要导入图文件 我这应该一 iPhone X 我们在这个公文件 好 这样就签加完成了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如何得来用呢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团囤转里边 我们在鸡类里边 同样我们在鸡类里边 我们的鸡类controller里边都添加一个这个变量 所有从它继承的呢 我们都可以显示一个加载提示的一个框 所以我们这里面定一个变量 我们这里就可以用swift来写了 这里边就会出来了 然后我们对比一下 我们有这两个函数 然后我们用swift的来实现 看一看它的一个实现 我们可以先考过来 我们来这里写 然后定一个变量 定一个函数 有view 然后它的一个参数呢 view 转挥值 好 这样就这个函数就写好了 好 然后我们再定一个 这边呢 我们先实现它 就是我们的一个参数 activity indicator 这里边 我们用它的一个方法 view 这里边就是我们的一个view 然后 然后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的return 放回 这里边呢 我给你送明个长量 然后 然后 ac clim view view subview把它夹上 好 这个函数我们就实现了 同样的我们可以在实现下面的两个函数 这两个函数 我们先实现这个 实现这个函数 设计 选择 性 性 activity read 这里边是一个布尔类型的 错 然后我们再实现不应的 say show 看它的一个删属 tip message 这里边还有个参数 p 不往类型 然后还有个参数 tip r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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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把将来等待这个函数 然后if 为near 然后我们就把它创建出来 这里面可以直接手 inveal 这个veal 呢 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是self.veal if 那tif message 这个呢 它如果是为空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成这种声音 为空 这里面我们注意一下编码的一个风格 save nabel tip message 然后把它显示出来 show false 这里边我们这是我们对照的这个函数来写的 info 是 info eo to out out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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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if AFT 延迟 那显示的话 我就把它过一会儿来隐藏 yes fade 延迟显示一下 把这里边 animation second 我们设为先设为1秒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两个函数 教大家对照一下如何来OC跟SWIFT的一个转换 让大家如何来实现 好 这个函数有了之后 我们看我们这里边来如何进行一个调用 好 我们先编译一下 编译好了 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函数指私有的在外面不能访问 我们就把它称名为private private 这时候我们调用一下 点击 你在这里 点击login或者点击注册的时候我们定一个注册的海数 我们就收 好 我们就收 显示的信息 比如看来我们这 验证 好 黑的 是不是 我们先让fals 先选上fals 我们的delay 这个也就fals 我们建立一个关联关系 看一下效果 然后我注册 好 我们编译一下 在编译的过程中 我们看一下这个加载的框框呢 它其实是一张图 我们把它找到这张图 在我们的桌面 把素材里面 loading 这里面有一个loading 看这个图 它其实这张图在进行一个旋转 那这里面已经有了 你看我们这里面把它加进来 好 你先看一下 这是在 这是在播放一个动画 我们点一下 它可能由于动画 我们可以先把动画去掉 为了方便我们看一个效果 这样我们公共的显示加载等单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show来显示 如果想隐藏掉 我们就要用黑的indicator 这就是一个为什么我们建立这个lay的层次关系 看一下我们这里面 我们看这里是不是要用 让大家看一下它没有显示出来 我们可以查一下它这个原因 看一下它是不是调用在这里了 看一下它是不是调用在这里了 它不微空 看我们在我们的记录里面 然后我们带往下走 是不是 显示 验证 好 这里边写错 应该是 我们这里是不是差了一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里面是不等一块 我这里写错 好 看这里就有一个验证 这里边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背景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图形 我们可以改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函数 这里边我可以直接看我原来 下面我写了一个 这也原来我先把它拷贝过来 我直接拷贝过来 这里边我加了一个 4个片 我直接拷得过来 大家先看一下效果 看现在就是一个转圈圈 刚才我们的用的那种 是我们在以前的项目 OC项目都用到了 现在我们加了一个 类似于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类似于我们的优宝的一个 加载提示 它的这个框 这里边做了哪些修改 大家可以下面 以后可以对照一些代码 基本的原理 就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边 这里边 看一看一看 看一看 这里边设置了一CastView 就是loading 我们刚才加载的圈圈圈的图 这张图 然后把它加到我们的界面上 CastView加上 这里边定了一个定时器 有一个旋转的一个角度 旋转的时候 停止 这个计时器停止的时候 就把这个tamer 进行一个销毁 把旋转角度的一个控制 大于360度了 就等于零 这里边主要是控制这个旋转角度的 在这里边 数字画的时候 这个model 我们原来显示的 显示的是CastView 就自定义 这里边我们原来默认的是这种 这样 我们加上了之后 我们在我们的界面上进行一个添加就可以了 然后在显示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看我们的tamer stop timer 在显示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tamer旋转的tamer来开启 隐藏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tamer进行一个销毁 这里边有一个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黑的 就是stop的旋转的tamer 这就是我们添加了一个 下来等待的一个框 好的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